路边谈美食还真是卧虎藏龙 桃园市有一家人气的鹅肉摊子 老板过去是台北市观光饭店的大厨师 他做出的招牌菜烟熏鹅肉 肉质Q弹还带着淡淡的焦糖香味 小菜软丝跟韭菜冷盘 因为也都是日本料理店水准的食材 小店天天坐无虚席 干面来了 两个白饭来了 滑灯初上街边的一家鹅肉摊 却已经热闹了好一阵子 不停出菜的半开放厨房 忙着点菜的客人 还有更多懂吃的嘴巴 急着品尝这一盘 熏成淡茶色的鹅肉片 看来不厚 吃上一口却满嘴鹅肉的鲜 和烟熏的香 Q啊 甜啊 好好吃啊 很烟熏的口味不错啊 有时候让客人等太久啊 就有点对他们有点很抱歉 尽量做啊 尽量不要让自己停下 为了应付不停上门的客人 李松林切鹅肉的手没有停过 卸下台北观光饭店 以及厨师头衔的他 来到桃园一个街口 败起了鹅肉和黑白切 现在将时间拉回白天 因为店里一整晚的美味 就从清晨开始 早上四点多开始杀 杀到六七点啊 他就才开始送货 所以他杀的 杀鹅时间越短啊 他对鹅肉的挺直越 煮起来越甜 那你杀了越久就越不好 李松林强调 鹅要足越口感才鲜甜 太小只肉质容易烂 这时候洗干净的鹅 下滚水汆烫 如果好了都划起来 你要把它擦一擦 它斜水会黏着 黏在身上啊 生鹅烫到全熟之后 划起来自然风干 直接滑到 熏啊 它没办法上色 太湿了 表皮太湿了 跟烤鸭液是一样 去过一次嘛 可是它没办法去得很干净 因为这个太秋钢了 对啊 这真的是手工 鹅要熏得漂亮 除了表皮够光滑 手工拔毛不可少之外 一盆砂糖 是熏鹅的香气来源 鹅熏越久 熏起来越漂亮 可是也不能 熏来久会老吧 不会老 不会老 这只是它的表皮上色的问题 随着铁桶逐渐上升的高温 烟逐渐大了起来 但带着微甜味和鹅肉香 等到烟差不多散去 整只鹅一拉起来 外皮已经转成焦糖色 剁成片状 还带点油脂的光泽 烟熏味的外皮 附着咸能肉块 即使是小吃 却有饭店等级的滋味 鹅肉不饶 很嫩的 又甜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次到外面来吃饭 都到这里来 那来都要排队的 等一下 对啊 生意蛮好的 口感很好 就是轻轻的 不会很油腻这样子 大厨开启小吃摊 食材还是有饭店水卷的坚持 我这卵丝有没有 是日本料理级的 可以做生鱼片用的 一般人啊 面摊 不要说面摊啊 大餐厅他也不会买这种 来卖客人 澎湖空运来台的卵丝 包有鲜甜海味的 不只是活体低温 急速冷冻 还有整只不切 直接汆烫 整只煮啊 如果你给它切开煮 对不对 它的鲜甜度会一直 随着水分一直流失 那整只煮起来 在切的时候啊 你就切 不要切太小片 切大块一点啊 咬起来之后 那口感又好 那甜度又可以 把它呈现出来 来回汆烫 将卵丝里外都烫熟 一起锅的卵丝 微红色泽 趁先切成大块 厚又肥的口感 沾上芥末酱油 十足鲜美 菩石小菜 却有好滋味的 还有来自花莲 吉安乡的韭菜 它的韭菜头很长 那如果是南部的话 它的吃起来 它就比较老 会有 会沾牙齿 这种韭菜吃起来 不会沾牙齿 那我们就把这 比较外面 比较老的韭菜叶 都挑掉 那很自然 你吃起来就会很嫩啊 水煮过的韭菜 冷水冰镇 折成一把把的菜条 切断后 配上酱油膏 柴鱼花 滋味简单 却相当迷人 另外韭菜饭鹅长 鲜香之余还带点微辣 韭菜鲜嫩 鹅肠脆口 吃来开脾味 它的新鲜 很新鲜啊 就现烫现吃 这样很好吃 是没有那种 有什么异味那些 它处理得很好 吃起来是软软 粉粉的 这边吃起来比较脆 比较甜 会不会有新闻 不会不会 那你觉得它食材用的怎么样 新鲜 离开饭店大家兄弟 家人朋友都觉得我好高无援啊 可是工 工作的工 工制不出头啊 去到哪里都一样 只有做生意才会出头 从在饭店吆喝一声 就有人炒菜炒饭的大主厨 到样样都得势必公轻的 小吃摊老板 李松林不后悔 因为另起炉灶了他 在接触第一线客人之后 更懂市场 做出被需要 以及用心的好料理 小吃摊老板